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时间点遇袭 不得不使人怀疑 这或许是一场预谋已久的刺杀 刺杀李在明的行凶者到底是谁 受伤的李在明还能否重回政治中心 韩国政要为何屡屡受到生命威胁 波涛暗涌的韩国政坛上 选举年第一滴血 又会激起怎样的千层浪呢 1月2日上午 福山加德岛机场 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 刚刚结束了他对新建中机场的视察活动 就在他返回专车的途中 当地时间10点27分 一名男子突然冲出人群 猛扑向被人群簇拥的李在明 他手握成刀 直刺李在明的阻警 李在明应激倒地 血流不止 行生男子也即刻被制服在地 随后李在明被同僚安置在一旁空地 接受紧急救治 二十多分钟后 救护车来到现场 李在明被转移至医院抢救 李在明被转移至医院抢救 从民主党党魁出身草根 一直被其支持者冠以反精英英雄的称号 曾在2022年的韩国大选中 以0.7%的差距 惜败现任总统尹熙悦 也是今日在韩国政坛中 与尹熙悦抗衡的领头人物 据悉 此次李在明的釜山之行 是为4月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大选造势 他作为在野党的负责人 他肯定要投尽全力 跑到各地去参与 这个活动动员演说 这个都是必须的 因此他的活动本身 对所有人包括施害者 这一位袭击者 其实信息也是无开 据现场录像和目击者证实 当时袭击者头戴 携有李在明名字的蓝色纸冠 一副李在明支持者的模样 穿过拥挤的人群 仰装热情地向李在明索要签名 当其一近距离接触到李在明 随即图穷避现 事件发生后 警方和韩国媒体 很快披露了袭击者的信息 该男子现年67岁 姓金 曾在首尔市永登浦区办事处 担任公务员 直至2001年退休 其后成为房产中介 目前居住在中青南道 没有犯罪前科 他住的地方是中青南道 韩国的中部 还跑到福山去 然后前几次 也是他被落光 就是李在明出现的地方 因此他的这次攻击 实际上是 事前他做计划好的一些事情 在不久之前 应该说有几次 包括12月份 有几次这种 有关李在明的 一些公开的活动里面 都能看到 他戴着那个所谓的 我是李在明 这样一个蓝色的 这样一个帽子 其实在12月份的一次 那次已经李在明非常近了 只不过被后来 比较一拥而上的 摄像这种记者 给挤到外面去了 等于说是在 跟在李在明的周围 不断地在这寻找 能够行刺的一个机会 调查显示 疑犯的作案工具 是一把在网上购买的 18厘米刀具 最终 这把刺刀在李在明的左颈上 造成了约 一厘米的伤口 据为李在明主刀的医生称 李在明左侧井内静脉 60%被切断 但术后恢复良好 多次出现的狂热粉丝 生日貌似的蓝色纸冠 签名簿 掩藏的利刃 种种元素放在一起 一切都怪异而又缜密 时间爆发以后 他的邻居同事都说 没想到他是凶手 因为他在那边做房地产中介 已经快做20年了 他性格方面 就是很多人说靠谱的 就很冷静的 做事很好 所以中介很多其他的同事 都是很尊重他 而且那边的屋主 都是找他买房子的 如此说来 疑犯的作案动机令人疑惑 一个原本有着一定 社会地位的男人 突然抛弃安稳生活 转而蓄谋刺杀一位政治人物 此次刺杀行动的背后 或许另有隐情 他是因为政治项问题 还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来进行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所以其实如果从常识来看 我们看这就是韩国的政党竞争 一个是他是党纪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这个党内的竞争 有关人士认为 疑犯最有可能来自两个派别的势力 首先便是李在明的老对手 尹熙悦所在执政党 为代表的保守派 就是韩国的网民 已经比这个扒得比较细了 他等于说呢 他是一个像是资深的 国民政党党的一个党员 也是一个 因为60多岁嘛 在韩国来讲 就是那种比较极右的 或者说极其保守的 这种性格的一个人 目前这个他这个 他来自这个国民政党党 以及这个保守派这边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了 除了来自对立政党的仇恨 另一种可能 则剑指李在明所在 共同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 事实上 共同民主党党内早已矛盾重重 韩国前总理 共同民主党前党首 李洛渊和部分党员 要求李在明辞去党首的职务 遭李在明拒绝 日前 李洛渊曾与李在明进行谈判 然而谈判已失败告终 李洛渊宣布退党 并决定创建新党 那么两个人的矛盾呢 看起来呢 不仅仅是一个执政领 更多的呢 还是一个个人的姻缘 因为共同民主党的党首 一把首只有一位嘛 之前呢 是李洛渊 现在呢 是李在明 两人呢 在总统初选的时候呢 也进行了担命的竞争 李洛渊呢 也带给了这个李在明 当然李洛渊 李洛渊觉得这样继续下去 自己就这样正的前途 或者说 从个人的正的前途的角度考虑 两人呢 这种利益发生的痛 尹熙悦或者李洛渊 这两位与李在明 有利益冲突的政治人物 真的会是凶犯背后的主使吗 首先呢 我不认为 尹熙悦和李洛渊呢 能够出此这个下策 因为一个袭击事件呢 不会扭转这个 这个大众行为的这个选举 这个是一个 一般人都明白的非常浅语 浅语的道理 特别是如果这种袭击 造成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呢 那不叫神助 那叫那个猪队友的助 你会发现 这样一个刺杀事件 根本在政治上 不会对人造成什么影响 甚至可能还给他抬了分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该亲性男子没有共犯 专家也认为 本次刺杀 看起来更像是一起 孤能式的行动 我支持殷喜悦 或者是支持这个李洛渊 我才对这个李在明动手 这个可能性呢 不能排除 但事实上 从个人行为的政治取向呢 可能的原因 更来自于这个 朴槿惠 因为我们从这个李在明的 这个从政经历 能看出来 他呢真正在政治上 这个声明大震 这个声望 这个是迅速穿起崛起 其实是从那个 就是20162017的那个 当时那个 那个嫖警会的 他的闺蜜的那种 闺蜜门腐败案之后呢 从那开始 他是一个人权利益律师出身 当时调查打击李洁 这个嫖警会的那个腐败 一直导致那个嫖警会 最后不得不下牌 这个呢 他在这里面是 其实很重要做的 从政治动机上讲呢 很怕拥嫖的动机呢 可能性要高于这个 支持尹 或者支持李洛渊 这个人权的威蜜 不论真相如何 据最新报道 一番在被捕后 向警方供述 称自己在 嫖警会执政期间 曾多次加入 和退出韩国保守党派 去年因讨厌李在明 加入共同民主党 意图了解李在明的日程 安排信息 今年四月 韩国将举行 第二十二届国会议员选举 这既是对尹熙悦政府 进入执政第三个年头的 中期评价 也是对在野党 在国会是否将继续 占据多数席位的评估 然而 如果没有发生袭击事件 按照原定的日程计划 1月2日下午 李在明 本应与居住在釜山的 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会面 共商眼下民主党媚外忧患 我现在韩国最大的政治事件 是什么呢 就是四月份的这个国会选举 这次这个李在明计划当中 我们这个前总统文在寅 他也是这个 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我想首先谈的不是外部挑战 就是怎么 不是怎么进一步的赢得 这个国会选举 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党内的 这个问题 一旦出现分裂 那么这个内部 要是先出走 另立一个版本 那么现在这个民主党 究竟应该怎么办 所幸此次袭击 并没有伤及李在明要害 然而国会选举在即 意外突发 李在明还能否继续带领 共同民主党 改变韩国政坛 亲近美日的风向呢 李在明预袭后 韩国总统尹熙悦 将这起事件定性为 恐怖主义袭击 对刚刚度过59岁生日的李在明来说 类似的暴力威胁已不陌生 早在去年8月 就有恐吓邮件要求杀害李在明 否则将在首尔市区引爆炸弹 在这个尹熙悦总统上来之后 这个韩国国内的社会 和政治气氛的 这种撕裂和分裂都是非常大 所以说呢 大家都是 以这种比较极端的话语 甚至以极端的行动 来对这种政治立场不同的人 上次呢 可以说是这种尤建的恐吓 现在这一次 对李在明的这种刺杀的行为呢 也就是成为了 把这种说法变成了一个行动 在韩国历史上 极端的政治刺杀事件屡见不现 1979年 韩国前总统朴正希 与时任韩国中情部长金在魁 共进晚餐时 被对方枪杀 1983年 韩国前总统全斗换一行 出房缅甸时 遭遇爆炸袭击 时任韩国副总理 外长等17名韩方人员身亡 而全斗换夫妇 因迟到而逃 不过一切 韩国太短的时间里头 也做了政治改革 也做经济发展 还有文化复兴 别的国家都需要 200年做的韩国 不到50年就完了 这里头 缩小的过程里头 我们政治也是 缩小型的一个发展模式 那我们是 很多政党政治里头 太多领导之间的过程 也有不少人死 所以政治是实际上是 民主过程里头 多少部分是不民主的 而近年来 韩国政坛的暴力袭击事件 更是层出不穷 2006年 朴槿惠在一场政治助选活动上 被一名男子用美工刀划伤脸部 缝合六十余针 2022年 共同民主党前党首宋永吉 在一场竞选集会上 被人用铁锤袭击头部 这些事本身 我们表面看的是社会力气加重 那么极端行为越来越多 说原因是因为社会焦虑 社会躁动 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韩国的社会制度 走到了一个失子入口 就是由原来的军人 是那种极权制度派生出来的 衍生出来的这么一个所谓民主制度 然后现实的结构 又是经济越来越寡头化 极端化 这个集中化 那么这些凑陋一起 弄出这么一个民主制度的时候 演变到现在 它就必须得改变了 那么保守主义势力觉得 应该向右走 那么进步主义势力觉得 应该向左走 那么在对立加剧 特别是整个的极化所 要对立加剧的这个背景下 这个时度如果搞得 还要改变很长时间 李在明俯山之行日赐 不但令他与文在寅的 见面计划流产 更让即将于四月份 拉开大幕的韩国国会议员选举 暗流涌动 但是这是偶然发生的 这种俯山的事情 就是把李在明的票源 更加固固下来是没错的 因为现在的民调 就是百分之四十多到百分之三十几 差百分之五左右 叫他们换党代表的 但是李在明不想下来 但是至于发生这个问题 他更加会恐怖 2022年 李在明在大选中 以微弱差距 喜败引喜悦 但两人之间的较量 并未就此止步 2023年 李在明因涉嫌贪腐 所惠等罪名被检方起诉 他否认的指控 并声称遭到政治迫害 韩国的政治呢 他有点像是一个 就是揉不得沙子的那种 那你的政治人要非常的 这个经得起各个方面的考验 你有任何的瑕疵 你可能都会被对手置你于死地 那么他呢 现在是官司缠身 有各种案件在他身上 那他也是一次一次的 这个如理薄冰的走到了当前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2023年8月31日 面对检察机关的频频传唤 李在明以退为进 发起了绝食抗议 要求尹熙悦就施政错误 向国民道歉 并改组内阁 实际上在他担任党首以后 或者说在尹熙悦总统 这个执政以后 韩国的这个总统和在野党 党首之间的这种交流 几乎没有 他之所以要绝食 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在野党的声音 在野党的执政的一些想法 是完全没有办法 被这个现任政府给吸纳的 然后在在野党看来 那么这现在的这个民主 韩国的民主 就是一种暴政 也是完全被这个 尹熙悦总统代表的 这样的保守势力所掌控的 李在明的绝食抗议 也反映出韩国进步派 与保守派之间 在对外政策上的南辕北辙 除了对日本 美国 以及朝鲜的态度迥异 两大阵营在对中国的立场上 也十分不同 保守主义政党上台的时候 它比较偏重于 安全靠美国这个路 然后进步主义政党上台的时候 它更偏重于 经济靠中国这个路 但是现在发生一个结构性改变 就是过去吧 中韩经济合作 它是一个垂直合作结构 那么现在越来越变成什么了呢 水平合作结构 或者说合作和竞争 是一枚硬币的两年 那现在呢 你看中韩汽车制造业 它就变成一个水平竞争了 然后呢 这个电子工业也是这个问题 现在水平竞争了 它不输 应该说目前来看 尹熙岳政府对华的政策 大家已经能够看得到了 它的政策的一个核心和基调 就是远华 亲美 亲日 这样一种做法 当然了 文在寅政府以及民主党的政策的肯定是比较实务性的发展 这个对中国的关系和朝鲜的能够和平共处 而不是像现在的野学政府不断的去挑逗 或者说去挑衅朝鲜 借用朝鲜的极端的措施 然后自己再做更极端的措施出来 与朝鲜的这样一种安全的这种对峙 螺旋式的上升 让朝鲜半岛 真的处在一种非常不安的情况下 2023年9月23日 李赛民宣布中断为期24天的绝食 不过他与尹熙悦之间的缠斗仍在继续 他并没斗赢 但是呢 与那边 尹熙悦那边也并没有输 只不过呢 绝食的结束标志着新一轮博弈的开始 2023年10月 尹熙悦与朴景辉共同出席了韩国前总统朴正希的悼念仪式 12月 尹熙悦邀请朴景辉前往官邸共进午餐 据韩国媒体报道 这是两人连续第三个月的会面 他现在是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 邀请朴景辉来 就是想拉住这种韩国国内的极右派 至少说让极右派跟蒋介贯官力量合在一起 让这些中间的保守力 保守这个势力呢 就尽量的这样的得 就是散失的票越少越好 另一边 李在明与文在寅之间的联系也愈加密切 李在明因绝食而入院治疗后 文在寅曾亲赴医院探望 而李在明也将文在寅视为巩固党内团结 和赢得四月大选的救命稻草 他们目标呢 就是青山南道福山那个地址开始团结起来 因为总之李在明自己的粉丝 但是文在寅自己也有粉丝 两个连接起来的话 这种就是相声效果都是很大的 就是选举随着的倒计时 现在九十几天了 百日倒计时的开始 那么两党的博弈也在加剧 而党内的这种搓桑 恰恰就是意味着两党之间的这个斗争加剧 而就在两党针锋相对 明正暗斗之际 李在明的突然遇刺 也让人们得以一窥韩搏的政治生态 李在明遇刺的事件 可以说算是这种极端对峙 政治极化的这样一个结果 尤其是现在前几天 金正恩也在说 要这个尽一切努力要平定统一 这个南方的这样一种方法下 包括核文集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韩国的政治生态这种对立 只能是越来越尖锐 而不是越来越小 除了家常便饭般的政治暴力事件 夹在财阀之间的韩国政客 也不得不时刻如鱼薄冰 保守青瓦台魔咒所困的韩国总统 就一直被外界调侃成高危职业从业者 因为韩国首先它的传承文化就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官本内 就是万般皆下品没有做官高 那么再一个呢 这样的一个观念下 在叠加现在的政治设计制度 还叠加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目前的这种经济结构 比如说韩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呢 十大财团 它的产值就占到了韩国整个GDP的将近百分之八十 好像说你做总统也好 你做知识也好 你做个市长也好 你就绝不敢怠慢这个大企业 除非你不想干 他对这个官也有这个需求 也就是说官方相互需求的时候 就会产生官商相互利用 最后会产生官商相互勾结 第二个风险就是政治人物的这个人身安全风险 这个事跟制度有关系 这个事跟什么有关系呢 就是跟韩国特色的政治计划有关系 在李在明遇刺事件之后 韩国警察听承诺 将加强重要政治人物的安保工作 并且考虑在四月份的议会选举前 加快保护措施的实施落地 在共同民主党 甚至整个韩国的政坛当中 李在明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都嫌有人可以匹敌 如今预袭 很有可能让他进一步争取到 接下来国会大选当中的同情票 李在明所在派系 如果在本次选举中获胜 那么就能极大的牵制目前 隐穴政府的完全亲美亲日政策 竟然影响中韩两国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韩国内部形势纷乱复杂 外部形势也一触即发 1月4号 美韩两国完成了为期一周的军演 而今天朝鲜突然向朝韩的边境方向 发射大约200枚炮弹 暗杀利在明的一刀 真的会顺势撬动整个东亚局势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收看《华润凤凰聚角》 我是任任 下期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